紫禁 听闻宫景得知我方以微弱的优势拿下西川之后就冰倒了 没错 葛亮远道而来 先喝杯茶吧 不急 现在还没到庆祝的时候 原来你是憋着坏想气死宫景呢 你是说什么大瞎话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葛亮 你怎么来了 大都督 我刚才在外面看见小乔和孙权在打杯 不要大惊小怪 咱家主公碧眼孜然 一看就是外来物种 根据西方礼仪 见面打个杯不算什么 当我看到他们在蛇吻 不要大惊小怪 肯定是小乔不习惯这样的西方礼仪 用舌头推开主弓而已 你压挺能编的 编个草席把你给裹上 公警 我刚刚还听见孙权对小乔说什么 嘴上不说 身体却很诚实 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大惊小怪 他们是在讨论讨理不言下字成细的成语典故而已 是你逼我的啊 来呀 老只跟你卯上了 公警 你网活二十有六 我祝你打赢草草 你却三番五次的想暗杀于我 如此恩将仇报卑力无耻 你有何面目苟活于世 各量自言诧异 我且问你 公警被称为江东什么 周狼 而你后知五百年 相当于什么 语言家 所以 他一批狼想盗你语言家 这不是天经第一的事情吗 又何必大惊小怪 刘红叔 是什么是新风把你给刮来了 听说曹操要打过来了 所以我特意前来助你 别闹 你比曹操可怕好吧 我手下人才积极 用不上你 比如呢 比如我们文有军士张松 丑陋可与凤竹争风 无有猛将梦达 反骨不在外言之下 咱们还是进屋聊吧 刘皇叔 我最近听到一个谣言 是吗 谣言怎么说来着 说你前来帮我抗曹是假 想要抢我西川是真 那你凭什么认为这是谣言呢 大家都是汉室宗亲吗 那有汉室宗亲欺负汉室宗亲的嘞 这不马上就有了吗 刘大尔 做人要讲良性 没钱没地可以再赚 但如果没了良性 赚得更多 妈的 我就不信了 我又没惹你 你凭什么抢我的西川 您瞧瞧 您瞧瞧 耍过来了是吧 谣言 来赏个才艺 好嘞 且看我这一套反骨剑法 我冲啊 阿大 哎呀 您瞧瞧 我们为了给你表演才艺 把自己的军师都不小心给刀了 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把西川赔给我们 呵呵 这多大事呢 黄泉 你也上个才艺 好嘞 你看 我们也不小心把自己的军师给刀了 就当是赔你们的军师了 靠 接着走乐 接着舞 黄老将军 你舞剑的时候可要小心点 可千万别刺不着慰言 出风 你就瞧好吧 孟达 给剑上涂点春药 让黄泉走得舒服点 德灵 走点 你俩玩得也太狠了吧 呵呵 我他妈陪你玩到底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哈 来人 去我恶斗 来